我们来看看如果使用Spoke来建立一个虚拟场景 那你可以从Hub 这边先进入一个新的房间 之后呢再去做更换 或者你直接进入他的官方网址 直接进来从这边Get Start 选择New Project 如果你是从Hub进来我们先进来试看看 您可以透过这边的RuneInfo & Settings改变场景 在这个地方呢直接选择您想要复制的这个场景 或者呢直接按一个新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透过搜寻的方式 去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场景 那如果你是从Spoke自己的首页进来 也是一样的方法 点这边是建立完全新的 那么从右手边这里 则是可以复制现有场景上的内容 那我们来做修正 在使用之前我们先确认一下 就是有些场景其实是可以允许你直接复制一份 然后再来针对他的内容做修正 那有些作者呢他并不允许你去直接修改他的内容 所以你会发现在右上角的地方就不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图示 所以呢这个是大家需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刚开始呢你要比较简单的 其实我们可以先从复制别人的场景开始 按下这个之后呢 他就会进到你自己的这个目录里面 那您就可以直接按下上面的这支笔 他就会自动打开Spoke这个编辑器 一进来之后他总共分成几个区域 第一个这个就是我们3D模型呈现的位置 那在右手边这个Iraqi 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目前里面 这场景中有哪些3D模型图形 通通都会放在这里面 包括影片那些物件都是 那再来呢如果你有点到某一个物件 那么他的相关属性会出现在这个Property 这个第三个区域 另外呢我们在下方这里 这个区块就是您可以自行建置 您里面的内容 包括您可能来自一些图片 影片音乐 另外呢他也有提供了一些 包括像一些建筑相关的模型 那你也可以去网路上找到SketchFab3D的资源 所以他主要的这个四个区块就在这边 那在下方这里呢 在下面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看到就是滑鼠操作的一个说明 那原则上我们要操作这边的话 就是透过滑鼠 左键的话 左边右边跟中间 左边的话是直接调整我们的那个视角 中间的话按住滑鼠中间滚轮 它就是一个平移的动作 那右手边这个按键则是 就是飞跃的一个效果 那滑鼠滚轮就是往前 OK那我们现在看看滑鼠左键 这个就是直接旋转我们的摄影机的角度 那按住滑鼠中间滚轮拖曳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平移的动作 再来按滑鼠的右键它虽然有就是平移的效果 但是它跟我们单纯按左键的平移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 那你滑鼠滚轮就往前 往后 那另外呢 如果你有点选到一个物件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到这个看板 第一个在它的右手边 这个属性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提供了它的名称 再来它的位置 坐标 它的位置 position就是位置 然后rotation就是旋转 旋转的角度 另外scale呢 就是它的缩放比例 那预设是等比例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比较精准控制它 你可以从右手边这里做控制 那另外针对这个模型本身 或者这个物件本身 它有一些相关的属性会列在下面 比如说这里就告诉我们 这里的模型是来自这个网址 点选到它之后呢 你会发现在我们下方 滑鼠除了原本的这三个 这三个以外呢 还会多出了后面的这些 这些都是针对物件本身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希望 模型能够放在正中间 那对它来讲就按下键盘上的F 它叫focus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我按下键盘上的F 像这样子 那么另外呢 它这里还有一个Q 就是往左转 E是往右转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按下键盘上的G grab 就是因为我们的滑鼠呢 你可以看到当我按下滑鼠的 左键的时候 其实是不能够去移动 因为我们只是变成调整摄影机 所以当你要移动物件的时候 必须要按下键盘上的G 键盘上的G 这样它才有办法去做移动的动作 我先按下键盘上的G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移动你的滑鼠 那它就会自动的去做调整 所以你看像这样移动 那等到你要到定位的时候 那滑鼠点一下 它就会做一个停止 那除了透过这个方式 那当然你也可以从上面这里 我们在上面这边呢 它总共有三个控制键 位移 旋转 缩放 所以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呢 直接来调整它 所以你点到的物件 如果你上面这里 我们搭配它 那你可以像这样 去把它往前往后的移动 那如果是旋转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 看你是针对S轴 Y轴还是D轴 缩放也是一样 那如果是在中间这里 就是等比例的缩放 这是它一个基本的操作 那当然您要比较精准的 还是建议您就是可以直接在右手边这边 直接来做控制 这样数字相对来说会精准许多 万一呢你在操作的时候有做错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按Ctrl加Z 它就可以做一个复原的动作 这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基础的操作情形 那么你点选到任一个物件的时候呢 右手边您的Hierarchy结构里面呢 也会看到相对应的 就是你看我点到这边 点到这边 这是Lobby的 然后呢我们找找看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 像这个是地板的 这是灯光的 它都会有相对应的名称 在我们的右手边这里 你点到它之后 它就会亮起来 你也可以从右手边直接去点选 不过目前比较可惜的是 它针对物件的名称 还有未来我们专案储存时候的名称 目前都能接受英文跟数字 没有办法直接打中文 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需要稍微留意一下的地方 接着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摆放你自己的物件 那我们这里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如果你想要针对我已经存在在荧幕上的这些场景中的物件 我也可以直接修改它的内容 就OK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我只要把它的图片来源 改成你自己放在网路上的图片来源就可以 那您要留意一下 不管您是影片 图片 或者是声音 它的这些内容 跟我们一帮网页一样 都必须是已经先存在网路上的 所以呢您可以透过 先把档案传到网路上 那我们再把网址把它放进来 那以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3D模型 这一张呢 这是一张图片 在它的上面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物件的类型 所以不同的物件类型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找一张图库的档案来试看看 比如说这一张 那您就找到之后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不过稍微留意一下 其实我们在HUBS里面呢 所会用到的尺寸 其实并没有很大 所以呢您不需要放太大张的 放太大张反而会造成就是载入速度变慢 因此呢我可以选择这种比较小的尺寸 把它下载下来 这样就OK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 把那一张图片呢 上传到网络上 目前 它可以使用的就是必须要完整网址 包含副档名 所以比如说您使用这个Google云端平台 就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图片网址 那建议您呢可以使用这个 IMGUR这种 就是公开的网页上的图床档案 这样的服务呢你只要把你刚刚下载的图档 丢上去 就OK了 放上去之后呢 您可以按右键 取得这个图片的连结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 会有完整的图片名称加上副档名 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从这边复制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 放到这里面来 将它取代掉 那它就会有一个loading的动作 这样图片就进来了 这是第1种方法 第2种方法呢 您可以找到左手边 其实我们在左手边呢 在这个地方 它有分很多类型 如果呢 你想要直接从 你的 档案里面 就是说直接新增物件 我们就找这个element 那最常用的就是图片 影片 跟声音 那有一个要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就是 如果您有shift档 那这个时候呢 它所使用的就不是图片 它必须要用影片的 这个方式才有办法进来 建议大家呢 你在放进来之前 先把你的角度 调到正对面 你要摆放的位置 比如说我如果想要摆放在这里 那我就把我的视角 把它先调整好 我在这边先把它调整好 按下 平移 转过来 那你看看哪一个角度是尽量是比较正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角度来摆放 那待会呢 图片进来之后 你要调整的动作 就相对会比较少 好找到之后 那我现在有一个shift的档案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 影片的网址这边 把你的 shift 档案的 网址 把它贴进来 那如果 档案不够大 或者像这样有稍微往内 散入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拉出来一点点 那你可以转换的角度试看看 看看说这个 拉动的位置 OK 如果像这样子差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透过 下面这边的微调 那 蓝色的部分呢 应该是逆轴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那个距离差一点点就 差蛮多了 所以我们这样调到 -9.9 那这样应该就比较贴近 就是那个墙壁 所以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一下 那大小不够大 预设是等比例的 所以我把它变三倍 这样太大了 变2.5 好差不多 那高地的部分我再稍微调整一下 好 所以呢你如果 有面对它 我们在摆放的时候 你其实 要做的修正就相对比较少 你也可以透过 SketchFab 云端上的3D模型 共享网站 那它一样 支援 我们的 关键字搜寻 不过这边一样只能用英文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目录 不同的目录类屏 好那我们去找到 你觉得比较适合的模型 把它放进来 找找看 有没有你觉得比较OK的 点一下 那它就会把这个模型载进来 载入之后呢 一样 你就滑鼠 移动到你要摆放的位置 按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这样的轴向 让你做调整 如果你已经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Files 这边 来做一个储存 专案的动作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完全新的 空白的专案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来进行 选择一个空的 预设的话呢 它会给我们一个三股 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往下看到 这里呢会有一些跟建筑相关的模型 包括了 地板 平台 门 墙壁 窗户 屋顶 等等 楼梯啊 这些另外呢 它也有一些石头 这些石头蛮好玩的 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然后呢 你就可以自己把石头建立起来 你要按一下键盘上的ESC 这样就会取消 后续继续放进来 那我们现在呢 开始回到点到刚刚这一个 我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缩放的动作 你就可以自己 调整一下 看你要放到多大 就可以自己 试着调整大小 那你透过这样调也可以 或者我们要比较简单的就是刚刚提过的 按下键盘上的G 那它就会自动吸附在你的滑鼠 游标上 到达定位之后按一下 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 定位在那边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一个 就是 地板 我们就可以找找看 我需要什么样的地板 像这里它蛮多种的 那我们点下去之后呢 它就是 会有一个 地板的一个大小 那我们点它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样看比较不清楚 你可以把角度调整一下 我们可以变成由上往下看 这样你再看 整个 安排的时候会比较清楚 OK我们现在先维持一个 那这个 如果不够大呢 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变大一点 比如说变六个 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地板 已经有内建一些材质 给我们使用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 Flow Material 就是它的材质 里面其实还蛮多的 你都可以参考看看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就是 多了一个平台可以用 像这样子 按下G 稍微移动一下 做好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储存 当你建置好你的场景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里 进入 RuneInfo & Settings 改变场景 改变场景 进入到你自己设定的场景主题 那我们只要按下 就可以把场景替换成你自己想要的 一个客制化 虚拟环境里面 透过呢 左下角的邀请 我们就可以取得这个场景的 网址 对方呢只要进来 这个网址 他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虚拟场景里面做互动 对方的邀请 对方的邀请 对方的邀请